各位朋友大家好,現在來講一講一件 美國人和中國人都很關注的大事 昨天傍晚的時候,美國民主黨眾議院的領袖 也是眾議院議長佩羅西就宣布 針對於彈劾川普這件事情在國會展開正式的調查 這也就是說彈劾川普現在已經進入法律程序了 這件事情當然會引起美國人的關注 因為川普是現任總統,也是下一屆總統選舉的共和黨候選人 而且這件事情還關係到另外一個民主黨的黨內初選的候選人拜登 所以大家關注是很自然的 這件事情也會引起中國人的很多的關注 習近平政權肯定就會非常關注 因為習近平政權一直是把川普作為頭號敵人 是貿易戰的元凶,他們恨不得把川普拉下馬 讓拜登這樣的人對中共比較親善的美國政客入主白宮 如果他能入主白宮,那說不定貿易戰就會很快結束 即使是不結束,他的烈度也會大幅度的降低 當然不是所有中國人都這麼想 有一些中國人比如說黨內的反習派的人 還有就是民間的自由民主派的這些人 他們都希望川普繼續幹下去 跟中共一直打貿易戰,打到中共 他們受不了了投降或者是打垮為止 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就來講一講這件事情的起因 彈劾川普這件事的起因,再講一講 彈劾總統的基本的程序,最後來預測一下 到底川普會不會被拉下馬 最後來講一講川普的一個陰謀 先來講一講這件事情的起因 不久之前有一個匿名的消息來源 就把一條消息送給美國一些政界的人物 送給一些美國的媒體,就是說川普給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打過一個電話 在這個電話裡面他就要求澤倫斯基 對拜登父子在烏克蘭的一些行為展開調查 而且這個爆料裡面他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川普是以美國對於烏克蘭的援助作為要脅 也就是說你要是不調查,我這個援助可能就不給你了 那這件事情一出來當然會引起大量的民主黨人的不滿 也就是說川普你這是在利用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 利用美國國家的力量在實現你個人的政治目的 在打擊你的政敵,所以這件事情非常的重大 這是一個犯罪行為,所以要對川普進行彈劾 那這件事情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一定是有一定的事實依據 到底這個事實是怎麼樣的,那就要看今後調查出來的結果 看今後整個事件它到底怎麼展開 到底有哪些信息透露出來 那川普為什麼有可能會對澤倫斯基講這一番話 要他調查拜登父子呢,這還要從2014年烏克蘭的顏色革命說起 2014年那場顏色革命當中啊,過去那個清俄羅斯的總統被趕跑了 新的清歐美的政權上台了,那美國就和新政權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還向他們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拜登那個時候是美國的副總統 那很多的這些聯繫、這些援助可能都是通過拜登 是他親手主導的,那個時候拜登和烏克蘭的政界 是有很多的聯繫,對他們有很大的影響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2014年在拜登和烏克蘭政界 進行聯繫的時候,他的兒子亨特拜登也同時進入了烏克蘭 而且成為了烏克蘭一家大的能源公司的董事 而且從來以後那家公司每個月就給拜登的兒子 十幾萬美金的回報,那這兩者之間當然就會引人遐想了 那烏克蘭政權新政權上台之後,肯定就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對舊政權進行清算,怎麼清算呢?查貪腐,反腐嘛 查貪腐當時有一個總檢察長負責這件事情 後來拜登就做了一件讓人非常懷疑的事情 他就是跟當時的烏克蘭的總理說 你一定要把這個總檢察長給炒魷魚了 為什麼要炒魷魚呢?這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拜登自己說的 他說那個總檢察長查貪腐不利 對過去清算那些清俄派的政客非常的緩慢 所以要把他炒了,美國非常不滿意 所以要把他炒了 而且拜登後來也在媒體上面公開的說過 說他們如果是不炒那個人,美國對他們的援助 就會停止,會打折扣 所以這就是利用美國的這個國家的力量 再要向這個烏克蘭政府施壓,讓他們炒掉那個總檢察長 還有另外一個版本說拜登,他並不是說對於清俄派的政客 烏克蘭的清俄政客那麼痛恨 一定要用美國國家的力量來逼迫這個當時的總理 炒掉那個總檢察長 不是的,他的真實的原因是因為總檢察長在查貪腐的過程當中 查到拜登的兒子供職的那一家能源公司了 查到拜登的兒子頭上了,拜登不樂意了,怕暴露了 所以說逼迫當時的烏克蘭的總理把那個總檢察長給炒掉 那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話,那拜登那就是犯了大罪了 你用國家的力量在給自己的家人撈好處 而且用不法的手段,而且還要遮掩 那這件事情後來也真傳出來了 美國共和黨人有一個著名的共和黨人叫做朱利安尼 他是911時期的紐約的市長 在那次救災的過程當中,他這個表現非常的突出 美國人對他印象深刻,他是共和黨裡面的中間人物 跟川普關係也非常好,現在還是川普的私人律師 這個朱利安尼就一直在指控說拜登父子在烏克蘭有不法的行徑 有貪污的行徑,有利用國家政權謀私利的行徑 所以說他一直在指控,但是美國這個媒體上面 這件事情並沒有大肆的張揚 因為90%的媒體都是親民主黨的,都是反對 對共和黨的這些人,尤其是對川普這個人非常的不感冒 對於朱利安尼也不感冒 所以說媒體上面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波瀾 現在事情有了反轉了,不是共和黨人在指控 這個拜登父子有貪腐行徑了,而是民主黨人反過來了 說川普你是利用國家的政權的力量在打擊政敵 在要現在的波蘭的總統去打擊拜登 拜登現在是川普兩個人爭奸對麥芒 是在總統競選當中極有可能就成為對手的 拜登現在是美國民主黨黨內初選的領跑人 極有可能跟川普將來在總統競選當中要對決的 所以川普現在利用你現在的總統的職位 利用美國向烏克蘭進行援助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來向烏克蘭政權施壓,要他們幫你幹私活 所以兩方對對方的這個指責都差不多 所以現在就很有意思了,下一步怎麼走 那就要看這個彈劾案它到底最後進行到什麼樣的程度 到底會把哪一些證據揭示出來 那我來給大家講一講美國這個彈劾總統它基本程序 彈劾總統實際上就是對總統進行起訴 進行審判,但是這個審判不是在普通的法院裡面進行的 也不是在高等法院裡面,最高法院裡面進行的 而是在國會進行的,跟普通的案件的審理程序不一樣 在國會美國有兩部分,一個是眾議院,一個是參議院 眾議院有500多人,參議院有100人 那在500多人的這個眾議院裡面,先展開調查 最後雙方都把自己的證據呈上 只要有一半的,超過一半的這個眾議員說 你這個總統有罪,那麼在眾議院就算是過關了 那就要然後就提交到參議院,參議院呢 這個給總統定罪的門檻就比較高一點 必須要有三分之二的參議員認為總統有罪 那麼這個總統的罪名才會成立 那麼總統才會被彈劾,正式的被彈劾 彈劾了之後,那總統那就要下台了,說不定還要坐牢了 那這個彈劾案到底有沒有可能把川普拉下馬呢? 我告訴大家,完全沒有可能,為什麼這麼肯定呢? 我給大家講一講這個道理 今天早上川普就公佈了他和澤倫斯基談話的全部的內容 一共有五頁子,美國總統和外國政要的談話 那都是有詳細的記錄的,在這個記錄裡面就顯示 第一次,川普兩個問題都談到了 他談到了他要澤倫斯基調查拜登父子在烏克蘭的行為 看看有沒有貪腐 第二個內容他也談到了,就是說美國和烏克蘭現在關係很好 美國要向烏克蘭政府提供援助,尤其是提供軍事援助 這些都是烏克蘭所非常需要的 這兩個內容都談到了 但是你要想靠這個指控川普那還中間還缺一個環節 就是你要證明川普是用這個美國對於烏克蘭的援助 來作為籌碼來要換取 對於澤倫斯基對於拜登父子的這種調查 川普並沒有從言語上直接把這兩個方面聯繫起來 他並沒有說你如果是不調查拜登父子 我就不給你援助,也沒有說我給你援助了 你就一定要調查拜登父子 所以他沒有在語言上面把這一句話表露出來 在法庭上面就很難指控他,在彈劾當中就很難指控他 當然大家可以說這不是明擺著的嗎? 這就是再向澤倫斯基暗示,再向他施壓 政治上你可以這麼理解 但是政治上的理解不能作為法律上的證據 只要川普他中間沒有這一句話 在法庭上面就不能判他的罪 當然了這個不是個普通的法庭 這是議會對總統彈劾的這麼一個法律程序 實際上是在議會要給川普來判定他到底有沒有罪 他的這個程序不一樣 但是審判人的原則,給人定罪的原則一定是一樣的 美國法律裡面有一個原則就是當他這個證據 可以模棱兩可的理解的時候 可以向左理解,向右理解的時候 那就一定要選擇一個對被告有利的理解 所以說利益歸於被告,這是美國法律的一個原則 那現在川普在這個彈劾案當中他就是被告 那現在你有兩種理解了 那法庭就一定要採用那個對川普有利的這種理解 所以說川普的這種說法在法律上面根本就沒有問題 所以他把這個紀錄一公佈之後,這就決定了 這次彈劾案就已經流產了 那民主黨這一次啊為什麼會犯這麼大的錯誤 尤其是像佩洛西這種精明強幹的老政客 過去幾十年從來不失手的人 怎麼會這一次啊這麼走眼在犯這麼大的一個錯誤呢 我覺得這是因為川普在故意的誘導民主黨犯這樣的錯誤 挖一個坑讓你過來跳 在民主黨剛剛開始指控川普的時候,川普好像是顯得很心虛 左折右擋,民主黨要他把這個談話的記錄交出來 他就是不交,找各種理由不交 後來民主黨就覺得這個人一定是在隱藏對他不利的證據 那麼我們最後啟動法律程序,逼迫他把這個證據交出來 那我們不就贏了嗎? 但是哪裡知道當他們法律程序一旦啟動的時候 川普馬上就把這個證據拋出來了 而對他是有利的,這就是把民主黨擺在台上 讓他們下不了台了嘛,這就是川普的狡猾之處 我在上一個視頻裡面就講過川普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奸商 是打引號的這個奸商,非常的狡詐,非常的會玩陰謀 連中共都玩不過他,更何況美國的那些民主黨人呢 所以這一次川普又贏了,他是非常懂得鬥爭技巧的 剛開始的時候他這個視之以弱 感覺到自己好像是很理虧 讓對方長驅直入,等對方進了自己的包圍圈 他就來一個大合圍,把你一舉歼滅 現在這個彈劾案已經是大局已定,民主黨已經沒指望了 那這次彈劾案之後,川普就已經把民主黨 把左派的那些媒體就給他們坐實了,他們是在搞政治迫害 那今後這個選舉當然就會對民主黨非常的不利 雖然選舉現在還沒有完全的展開 但是大局已定,川普基本上是贏定了 所以現在中共你們快想辦法安排自己的後世 民間的中國的那些民主自由派,中共體制內的那些反習派 大家趕緊做好準備,準備自己的民變、政變和兵變 準備顏色革命,時間馬上就到 現在大家要加緊加緊努力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